那这个网站的发布核准其实是必须要先设定的 那设定的方式呢是透过针对我们要进行 就是说哪一个网页或者是整个网站的网页内容都可以去做设定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从会取出不去做核准动作但是只有八步才进行核准这个动作 那设定的方式就是到文件库然后设定里面一个工作流程设定 这再来点新增工作流程主要就是透过工作流程 然后这也就是一个核准 那在这边我们还是使用预设的这个核准的机制就是sharepoint 2010的核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给他命一个名称 例如说叫做发布流程 然后特别注意一下垂直选择拉下来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叫做启动此工作流程来核准发布项目的主要版本 这边看到是主要版本哦也就是说成为取出取出成为它所产生出来的小版本 它不是主要版本那什么时候才会产生主要版本 那比如说当我今天是直接透过编辑储存OK 这就会产生主要版本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这份文件啊符合了主要版本的变更 然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签合流程 然后接下来点选下一步 下一页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看说是要指派 就是这个网页网站那个网页发布的一个管理者是谁 你就指派给他 然后最后点选储存 这边有一个有一个项目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工作流程完毕后 更新核准状态 这个地方也必须要打勾 意思是说当我们今天这个网页啊 网页工作流程去做完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状态要去做一个更新 告诉别人说 比如说我已经核准了 是可以发布出去的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说明 这样子的了不能说这边 也不是这样子也讨厌的说明 是不能说的话 这个地方是因素的